欢迎您收看评论简报 对习近平不满和失望 中国当下社会情绪处于某种临界点 美国之音邓玉文 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经济成了全球关注焦点 我在上期专栏文也说 中国经济有可能构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 不过 中国经济的不振与社会情绪有着直接关联 后者的普遍消沉影响了市场信心 社会情绪可以是做一个国家的人民 对他的政府的评价 中国的社会情绪当前处于一种负面状态 反映民众对中共特别是习近平 不只是政策 而是其本人的极其失望和不满 这种失望和不满由来已久 习十年前上台时 民众曾对他怀有期待 希望在他的领导下 中国能够摆脱胡锦涛 17改革止步不前的状态 同时政府清廉 随后开展的大力度反腐 让他赢得了相当大的民心 也逐渐树立起个人权威 当时只有极少部分人预见到了 他会把中国带向今天的局面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 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长达三十多年的高增长 让中国摆脱了基贫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受惠于经济成长 一个初具规模的中产阶级 从无到有 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比起经济成就 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 带给人们思想 眼界和精神的改变 中国和世界接轨 融入全球化 与现代文明亲密接触 这些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习近平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轨迹 背离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尽管官方仍然高举改革旗号 这个过程既是渐进的 但又带有一种突变性 在此过程中 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 而引起中产阶级 特别是国内自由派普遍不满的 则是他第一任期结束后 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 人们从这一举动中警觉到 他可能要谋取终身制的野心 这破坏了此前奠定的总书记连任 不得超过两届的政治传统 然而 党已经无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 是习个人专权的大爆发 如果说 之前他在政治上的极权 对言论和思想的打压 以及在经济上限制私营经济的做法 得罪了党内的开明派 社会的自由派和企业家阶层 但其实行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 也为他获得了底层和中产阶级中 那些希望中国强大的人群支持 那么 三年疫情 习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 野蛮封城 强制剥夺个人自由 无处不在的对民众的监控 几乎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 包括原先支持它的中产阶级 和底层民众 都得罪了 在现代社会出现这种现象 极其罕见 然而 这中间民意也有一个变化 疫情初期 由于未能有效应对 它的威望跌到上台以来的最低谷 但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 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时间 由于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控制疫情 同时经济得到恢复 政府改写了疫情叙述 将之缭绘成得益于习的英明领导和指挥 民意出现有利中共的转变 习从而迎来权力的高峰期 可在疫情进入后半段 随着多数国家逐渐解封 中国却再次封控 特别是上海的封城 终于击溃了人们对它的最后一点耐心 并在11月 样成席卷中国多个城市的青年反抗运动 假使中国政府不再随后宣布解封 更大规模的社会反抗 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到达某种临界点 民众的信心已然崩溃 对宪政权的不满 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 这不是夸张的说法 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实的描述 尽管在中国没有可信的民意调查 然而 中国自媒体每天转发的海量负面信息 和大众低落的情绪 让对国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 这绝不是夸大其词 故意抹黑中国 大众 从底层到中产阶级 从党外到党内 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 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 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焦虑 既看不到个人前途 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 失业的威胁 收入的下降 养老金的减少 沉重的房贷 这就是多数中国人 每日都要提心吊胆面对的现实 对官员而言 这个现实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 和对领导人的忠诚测试 以及反腐的压力 对企业家而言 这个现实是没有好的投资项目 和破产的威胁 对知识分子而言 这个现实是苦于不能说话 人民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 和意识形态 想改变命运的 要么移民 要么偷渡 疫情解封后 大批民众通过走线 进入美国 创改革以来最高 不想改变命运的 则被迫或自觉内卷与躺平 社会情绪大爆发 何时到来 时下中国出现的状况 类似于文革末期 或者六四后的几年 那时人们对政权极度不满 对现状极度沮丧 想改变现实 却又自觉没有能力 苦闷彷徨 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景 说 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 是恰当的 但绝望也寓意着希望 不满也寓意着反抗 如果这种民情持续若干年 越过人们所能承受的心理临界状 届时因某个小概率事件 很可能触发系统性社会危机 导致社会情绪的大爆发 变革也就不期而至 尽管当下矛盾重重 但在官方强大的维稳机制下 社会变革不会很快到来 一是因为这种最坏的情况 更多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 和悲观主义意识所致 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说 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 还是要好于文革末期和六四后几年 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虽然中断 但财富存量还在 二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试着调整和改变 呼应和照顾人们的社会情绪 三不能不说到的一个因素 是人性的弱点 由于当局多年来的物质鼓励和价值观的虚无化 社会的主体已被改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不愿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当局 不管社会变革会不会到来以及何以到来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要人们做驯服工具的时代已去不返了 无论多么完美的集权都做不到这点 反间谍法的奥妙 随心所欲抓敌人 唯美国之音无国光 一个有法律的国家并不一定是法治国家 那么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 为什么却要制定法律呢 配合7月1日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这段时间里 中国当局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这部法律 其中透露的奥秘 也许能帮助回答上述问题 频繁立法修法 强化习近平权力 反间谍法并不是一部新进制定的法律 早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不太久的2014年11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在1993年颁布的 国家安全法的基础上 修订并制定了反间谍法 并同时废止了1993年版的国家安全法 有意思的是 接下来的2015年7月 中国再次制定了新的国家安全法 现在 据上一部反间谍法出台不到十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4月又修订了这部法律 于是有了7月实施的新版反间谍法 从国安法到反间谍法加国安法 再到新版反间谍法加国安法 十年之内动作频频 真是紧锣密鼓 据负责起草新版反间谍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公委刑法室主任说 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是中共二十大之后 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第一部专门立法 也是今年3月就任的这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第一部法律 你看 3月履新 4月修订反间谍法 可谓间谍履及 刻不容缓 当局关于反间谍法的宣传活动 更是在渲染一种中国到处都是间谍的氛围 这样看来中国所面临的来自间谍的威胁真是不小呢 就在这种氛围中还传出了贵为副国级高官 现任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的秦刚卷入了间谍事件 至少是被美女间谍收尾了群下之臣吧 乖乖 这还不是亡党盲国的节奏 实际上呢 那位负责修订反间谍法的官员一不小心也说出了实话 他强调 这次修订 反间谍法首先为的是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来指导立法 是要进一步强化党中央对反间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因此修订后的反间谍法 第一特点就是鲜明体现了坚持党中央对反间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他这听来好似套话 空话的车孤路话 背后确实有一句大实话 那就是修订反间谍法为的是强化习近平权力 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很大很大了 还要怎么强化呢 习近平要进一步强化权力 为什么首先着手修订反间谍法呢 这就不能不从中共这个政权的本质上来分析了 中共是靠斗争起家的 斗争二字也正是习近平今年反复强调的 斗争总是有对象的 毛的时代 中共的斗争对象有个很长的单子 概括的说是酒类敌人 开出是黑五类 就是地富反坏右 后来加上了叛徒 特务 走资派 然后还有一个知识分子 臭老酒 你仔细琢磨这个名单 其中是有奥妙的 一个奥妙就是越来越随心所欲的确定斗争对象 地主 这多多少少是有点标准的 你家没有土地 中共再恨你 也没法说你是地主 富农的标准就灵活了 但毕竟得有点财产 反革命分子 开始的时候 确定起来也是有些客观依据的 比如在国民党政权和军队里当过官员 但很快就变成一顶尺寸通用的帽子 看谁是敌人 就可以说他是反革命 如此类推 随心所欲的程度越来越高 到了叛徒 特务 走资派 这几类敌人 就都是早先的中共革命功臣了 你为中共干革命而坐过牢 叛徒这个标签打死你 你是中共当今掌权的高官 那就是走资派 不是官员还没资格当走资派呢 到了这时候 也就是文革时代 谁也别摆什么共党资历 革命功绩 除了毛泽东一人之外 谁都可以是敌人 谁都可以被斗争 这还没说到特务呢 那时候通称特务 如今则叫做间谍 特务也好 间谍也好 这玩意儿的特点 就是它它是隐蔽的 头上没有标签 身上没有记号 对于善于斗争的中共领袖来说 好就好在这头上没有标签 身上没有记号 因为这不就可以随意给你贴标签 画记号了吗 1940年代 延安整风运动中 康生那句名言 透露了此中秘密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立威 集权的一个重大关节点 投奔到延安加入中共的男男女女们 有十分之一被作为特务抓了起来 这里的判定标准 从何而来 负责这场运动的康生 指着人家的鼻子说 我看你像特务 你就是特务 是的 就是这么随心所欲 习近平的权力 什么时候到了这一天 也许就算达到他的理想状态了 那一天 他和他这个体制的官员们 可以随意指着某人说 你就是间谍 于是乎 你就要被抓起来 你就要坐牢 你就要被枪决 说你是不法民营企业家 他固然可以随意定义 你是守法还是不法 但你总得首先是个企业家吧 说你是腐败官员 当然哪个官员都是腐败的 但你总得大小是个官员吧 说你是间谍 这就不需要任何身份前提了 海龟固然可疑 但土鳖一样不免疫 最近二三十年来 全中国上市一人次 有过出国记录 谁敢说你不是在 哪国旅游的时候 被发展成间谍了呢 毛的时代 美女等于特务 如今呢 人人都是美女帅哥 那就人人可能是间谍哈 是的 抓间谍这事太方便了 甚至不需要证据 据说有关部门出台的某种指引 要人们提防那些 喜欢谈论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等话题的家伙 因为他们很可能是间谍 这一来 有人马上联想到了 喜欢到处指明方向的那一位 可惜啊 你没有看他像间谍 他就是间谍的权利 偏偏他有这个权利 近日网上也有个段子 说的是小学生发现爸爸妈妈在卧室里言行诡秘 于是告发爸爸妈妈是间谍 也很可惜啊 这不就妨碍了当局急于催生下茶儿韭菜的人口大忌吗 VVAC RAMASWANI 突然成为我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纽约时报评论版 在最近的一次对话中 布雷特 斯蒂芬斯 和盖尔 克林斯 讨论了从共和党辩论到政府之初 再到气候变化等各种话题 克林斯表达了他对尼基 哈雷的不喜欢 尼基 哈雷是辩论中的一个温和派声音 承诺支持唐纳德 特朗普 斯蒂芬斯为哈雷对特朗普的记录进行了辩护 并讨论了像维维克 拉马斯瓦米这样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保守派的崛起 他认为他们操纵自己的观点 以谋取个人利益 对话随后转向特朗普的逮捕照片 斯蒂芬斯和克林斯都对这位前总统对法律的蔑视 以及他将法律后果作为竞选工具的行为表示担忧 他们还讨论了政府支出问题 斯蒂芬斯主张关注投资回报 而克林斯则主张投资于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如大规模交通和可再生能源 对话以电影讨论结束 包括海伦 米伦 扮演戈尔达 梅尔的争议 以及对最近去世的107岁的人类学家伊莎贝尔 克鲁克的致敬 乌克兰对普京的无人机战争 经济学人 乌克兰的无人机计划正在迅速扩大 无论是在军事硬件能力上 还是对俄罗斯目标的攻击上 许多无人机的软件正在改进 乌克兰消息人士表示 他们的攻击现在直接支持当前的乌克兰反攻 乌克兰的无人机计划是分散的 有几个国家机构和自由开发者在进行不同的项目 这既有利于安全和竞争 但也使优化和大规模生产变得困难 然而 中央政府正试图减化融资并消除繁文入截 乌克兰军火工业中的官僚主义 腐败和既得利益继续拖慢进展 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旨在产生心理影响 是普通俄罗斯人更接近战争的现实 攻击目标包括燃料库 后勤 弹药库和运输路线 乌克兰已经开发出了似乎有效的算法 无人机在早晨发射 这时候防御者可能不太警觉 并且攻击顺序设计的让防空系统保持忙碌 俄罗斯庞大的防空和电子战能力意味着任何乌克兰的攻击都需要精心计划 俄罗斯国有企业已经将战争中最有效的武器 包括巡航导弹 滑翔炸弹 打击无人机和伊朗的沙西德列为优先 一位接近乌克兰总司令的消息人士表示 俄罗斯现在已经消除了乌克兰最初在战术无人机上的三对一优势 新的电子战干扰装置正在减少乌克兰将有效载荷引导到目标最脆弱部分的能力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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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